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我一起做美食啦啦啦啦 天佳达达 卷心菜 和我一起做美食啦 闹出零零零 快快起床 太阳好像是一灿灿的简单 汽水哭噜噜 抱米花绷绷 一口又一口全部吃掉 牛奶 辣妹 冰淇淋 和我一起做美食啦啦啦啦 牛奶 辣妹 冰淇淋 和我一起做美食啦啦啦啦 小朋友们 快快来吧 快来和我一起做好吃的 小朋友们 快快来吧 快来和我一起做好吃的 智慧树上 智慧果 智慧树下 你和我 智慧树前 做游戏 欢乐多又多 果果美食屋 智慧树星球新的一天开始了 今天道哥和摩尔 又会给我们找到 什么好吃的呢 欢迎来到果果美食屋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红果果 今天在美食屋里呢 红果果要做一种 非常棒的这个美食啊 它的这个口感啊 非常的好 非常的香 那是什么呢 别着急 我们先来认识 四位可爱的小朋友们 你们就知道了 小嘉宾 郝若熙今年五岁 小嘉宾 李鸿洋今年五岁 小嘉宾 刘兮月今年五岁 小嘉宾 宋于熙今年四岁 默默飞在新小手 看谁跑跑多又多 错错错又错错 小手变得很干净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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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啦啦啦 洗完之后便忘记 关掉水龙头 欢迎我们四位可爱的小朋友 那今天呢 我们要做美食了 手呢都已经洗干净了 今天做的是什么呢 它有个很好听的名字 叫做五彩烤馒头 哇 一下子两眼放光了 喜欢吃馒头吗 喜欢 喜欢吃是不是 馒头很好吃啊 轩轩的 很有嚼劲 对不对 那这个五彩烤馒头呢 哎 需要五种食材啊 我们看啊 桌上有五种颜色 哪五种呢 我们来认识一下好不好 这个是 绿色 绿色 这个呢 红色 红色 这个呢 红色 这个呢 红色 这个呢 红色 太棒了 每一种颜色呢 对于一种食物啊 那我们来一个个猜一猜好不好 我们来看看啊 这个绿色的板子啊 我给一点提示 这个呢 是一种 豆子 小豆子 然后它是绿色的 小朋友猜猜是什么呀 青豆 青豆 我们来看一下 咚咚咚咚 答对了 就是青豆 真棒 好 粉色的食材啊 同样它是粉色的 然后呢 细长的 长条的形状 非常的香 火腿肠 好 这边的小朋友答对了 很棒 我们来看看 哎呀 就是 火腿肠 喜欢吃火腿肠吗 喜欢 哎呀 太好了 今天来着了 有喜欢吃的火腿肠 对不对 好 中间黄色的 没错 这个食材呢 是黄颜色的 经常呢 我们吃披萨的时候呢 会撒上一些 加热之后呢 会拉丝 好好吃啊 好香啊 芝士 是什么 芝士 芝士 红让答对了 没错 就是芝士 哇 小朋友好棒啊 好 这边呢 第四种颜色呢 是红色 它是一种调味料吧 算是 呃 是用蔬菜做的 红色的 番茄酱 芝士 芝士说对了 我们来看一下啊 就是 番茄酱 最后 有点难哦 它是黑色的 特别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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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芝麻 一起说 黑芝麻 看看是不是黑芝麻呢 哎呀 难不倒你们呀 没错 就是黑芝麻 好 四个位小朋友 为自己鼓掌 都答对了 那今天呢 我们就会用这 五种食材 来做 五彩烤馒头 好 首先呢 拿出我们今天的主角 什么呀 馒头 大馒头 是不是 小朋友像我一样啊 拿出一根勺子 然后呢 在馒头中间的位置 哎 中间这个位置啊 扣一个小圆洞 好 挖出来的这个馒头 不能浪费啊 也是可以吃的到时候 好 挖出来了 我们继续挖吧 好 小朋友加油 吃点劲啊 我已经挖完了 就是这个样子的 登登登登 中间是空心的 挖完的馒头 长得像什么呀 挖完 像一个碗 是不是 这个碗呢 可以装很多的东西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刷点番茄酱 在碗的内部 哎 我们涂一点 这个番茄酱啊 表面不要涂啊 涂里面 涂点小朋友爱吃的 这个番茄酱 里面是 满满的番茄酱 哦 碗就是这个样子的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把青豆 哎 撒进去 再撒点火腿肠 好 不要装满啊 小朋友们 因为一会儿还要装别的东西 所以不能装得太满 好 接下来呢 往里面装一些芝士 哇 一会儿就可以 吃出拉丝的口感 非常香 对不对 好 也不要装太多啊 留一点点的空间 留给谁呢 留给这个 这个是什么呀 鸡蛋 会磕鸡蛋吗 会 好 太棒了 来 一二三 然后把鸡蛋盖在上面 对 直接 装进这个馒头里啊 呀 今天来的小朋友都好棒啊 哎呀 真棒 好 可以把蛋壳放在旁边了 壳完鸡蛋之后呢 我们在上面撒一些黑芝麻 点缀一下就可以了啊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要把这个馒头放进烤箱里 烤制一会儿就可以吃了 那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来收拾桌子 擦擦桌子 洗洗盘子 啦啦啦啦啦啦啦 刷刷杯子 整理整理 养成好习惯 小朋友们都很棒 啦啦啦啦啦啦啦 一起动手很快乐 一起做美食 第一步 把馒头中间挖空 第二步 在馒头里刷上番茄酱 然后 把青豆 火腿丁 和芝士 放到馒头里 第三步 把鸡蛋液 倒到馒头上 最后 撒上黑芝麻 把馒头 放到烤箱里 烤一下 五彩烤馒头 就做好了 欢迎回来 我们的这个 五彩烤馒头 打工告成 哇 是不是好好看 好漂亮 非常的有食欲啊 那小朋友们已经 迫不及待了 对不对 赶快来尝一尝吧 我已经给你们切开了 这样吃起来比较容易一些 哇 打开一看 哇 看看内部构造 是不是很美 一看就非常的美味 而且刚烤完还热气腾腾 我来咬一口 它的表皮 已经烤得跟那个 饼干一样酥脆 是不是 哇 这个好棒 然后中间的这个馅儿 也是非常的香 非常有营养 真的是太好吃了 这个五彩烤馒头 非常棒的一道点心 可以当早饭 也可以当下午茶 非常的棒 那今天呢 四位小朋友表现得 也很出色 也为自己鼓掌好不好 太棒了 回去把自己烤的这个馒头 也带给爸爸妈妈尝一尝 好不好 真棒 那最后呢 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 一起说 一起动手 一起茶 小朋友们 棒棒棒 美食好吃又好看 小朋友们真能干 那接下来 又会有什么精彩的节目呢 不要走开 继续锁定哦 请你像我这样做 我就像你这样做 请你像我这样做 我就像你这样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朋友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别笑 如果 neutral姐妹ских 儿子 收担 Ye pellet ád prediction 喔 等我 先后一个 我的小喇叭 玩具乐园 玩具乐园 这里有我的好伙伴 玩具乐园 玩具乐园 这里是我心爱的家园 飞机过车和轮船 穿越大海和山段 娃娃来过家家 还有我的小黄牙 嘀哒哒 嘀哒哒 吹起我的小喇叭 玩具乐园 玩具乐园 这里有我的好伙伴 玩具乐园 玩具乐园 这里是我心爱的家园 玩刷过后要收起 一样一样放正起 爱护玩具人人话 啦啦啦啦啦 嘀哒哒 嘀哒哒 小朋友们 你们的小耳朵都准备好了吗 接下来是我们一起讲故事的时间了 每天都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在等着我们 今天这个故事会是什么呢 它的主人公又是谁呢 现在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一起讲故事 在这本书的封面上 你们看到什么了 碗 哦 看到了一只大碗 那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故事吧 一起来看 《饺子和汤圆》 Disability 我放了前去 这个就是 这卫生就能绁不过 eran一样的 我把朋友要绝得 这边 你怎么 kunna come 再没打圆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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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后加速摆避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